今日的AT個股推介是銀魚27 簡選原因是銀魚去年虧損34億 但受惠於經濟復償 市場預期銀魚今年可以扭虧為盈 澎博綜合券商的預測 銀魚今年將賺72億 2024年將會進一步增加81% 去到130億 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 其中第二季有兩大催化因素 首先銀魚將於4月推出路淡第三期項目 其中澳門銀河佛內市酒店 有機會在第二季開幕 比之前計劃有提前 另外五一黃金洲是傳統的旺季 預料也可以成為銀魚股價的催化劑 中泰國際預期 5月份澳門賭收達到140億澳門元 而去年同期數據只有33億4千萬澳門元 主要是因為內地和本港疫情拖累 全年的賭收預料大約是1550億澳門元 即恢復到疫情前 即2019年水平大約53% 中場業務可以恢復到疫情前85%的水平 策略上銀魚昨天收報51.8 前浪頂50元預料會有支持 投資者可以在50元的水平收集 中線上網大行目標價即平均大約60元 熱圈47元就適宜置舍 同期六岳france 楊金鎖 非這個領導的資本 整理一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